19号黄色小鸭就要游进高雄的光荣码头 现在周边商品啊 钥匙圈啊 布偶啊 化妆包啊 都已经在网路跟市面上在卖了 抢搭这个小鸭蜂巢 但是要说架杠有纪念性 正版的黄色小鸭的话 只有在开幕当天哦 光荣码头的官方摊位在卖的 正版小鸭在底部啊 你可以看一下会印有城市印象彩带 而且从荷兰空运来台湾的 限量就一万八千只 预料会掀起抢购的热潮 黄色小鸭的钥匙圈 会叫又会发亮 实在卡哇伊 让人看了爱不释手 还有这个小夜灯 接上了插头 就会发出七彩灯光 非常实用 另外像布偶化妆包 小朋友的小包包 各式各样小鸭商品 都在网路上或实体店面买得到 但要真有纪念性 只有这一只获得原创者 霍富曼独家授权的黄色小鸭 正版的黄色小鸭 只有在高雄光荣码头展售 而且从荷兰空运来台 限量一万八千只 官方正版黄色小鸭高九公分 脖子上别着一个照片标签 底部还印有一个高字彩带的城市品牌 这才是专属纪念版 就是想要留个纪念 然后也算是对创作者的一种支持跟鼓励 这次从荷兰空运来台的正版黄色小鸭 只卖一万八千只 应霍富曼的要求 只在光荣码头的官方摊位贩售 别的地方买不到 势必会掀起抢购热潮 因为我是小鸭的支持者 就会变成说 无论是像实用的东西 我都会收集 主板单位不开放任何预购 或者是网路订购 而对于目前市面上已经在贩售的小鸭商品 由于在货富曼的小鸭游进高雄前 它已经存在了 因此其他地方贩卖的任何商品 主办单位并不会加以限制 中文新闻 欧城陈胜益 高雄报道